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类型转换 那么到这里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 给它起个名字叫类型转换 进来之后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给这个文件起个名字叫typecast 代摸点什么加网 OK 那么右键打开它 我们就写写东西 写东西之前呢 我觉得左边东西太多 右键关闭左边所有 好吧 那么接着我们开始写 public class typecast demo 然后是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eam axe 好了 到这儿一个类的基本格式 我们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 回来我们写注释 杠新杠 那么在这里 首先我写这样的一个符号 加 这里我们说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加法运算符 这是 注意 这是一个运算符 用于做什么 加法运算的 OK 这个运算符 我们后面是要讲的 好吧 那么我们在做运算的时候 我们在做运算的时候 一般要求参与运算的运算的数据的类型必须一致 这是我们的基本要求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定义什么 两个变量 定义 两个变量 看完了 inter a等于什么 3 inter b等于4 inter c等于a加b 好嘞 接着我们 systm.out.prorentline 打印这个什么 c 来 大家告诉我 c的值是几 啊 啊 c的值是7 那我们看是不是这样的啊 哎 要想 变运行 我们首先得回退 然后什么 进入到类型转换 cls啊 然后是cd 我们来个什么 类型转换 进来 然后是 javac type cast demo.java java type cast demo 大家看打的是不是气 哎 那说明这个做加法 没有问题吧 OK 而且我两面类型 是不是也一样的 OK 这是第一个 那么接着 我再来一个案例 认认看啊 定义一个 byte 类型的变量 一个 inter 类型的 变量 我定了几个 是不是定了两个 这次类型一样吗 不一样了 看完了 byte bb 我要让它等于什么 等于2 接着是 inter cc 等于5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啊 systm.out 点什么 println 我们直接打印 bb加什么 cc 看好了 我直接打印 我没有接收它 我们看行不行啊 编译 执行 可以不 啊 它也可以 对不对 OK 那么这个时候 它直接输出是可以的 那说明我们接收 它也应该可以 对不对 OK 这说一下 我们直接输出 这个结果是可以的 说明我们也应该可以什么 接收 这个什么 数据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要求类型一致 而它现在类型一致吗 它类型不一致 那我们用哪个类型接收呢 OK 我们要求参与 运算的数据的类型一致 而 而 而 现在不一致 我们应该用什么类型接收呢 那么这里 我们到底用谁接收呢 我们现在看一看 好吧 两个我们都写一下 我们写一个 byte dd等于bb加cc 然后我们再写个 inter e等于bb加cc 好了 两个什么 我们都写好了 我们然后做个什么 输出 system.out.什么 prorentline 我们打印一下什么 dd 然后我们打印什么 e c c v 然后写一下 e 好嘞 来 我们编译一下 编译 走你 大家看在第20行 报错了 说可能损失精度 第20行 这什么 这报错了 他不可以 我再把什么 先注释掉 说他什么 可能损失精度 加个注释 可能 损失精度 那这个不行 那这个dd输出 是不是也就不可以了 OK 那么这个输出 也就不能用了 这个没有报错 对不对 说明他可以 我们再看是不是这样的 编译 走你 哎 是不是真的可以了 那为什么byte不可以 而这个inter接收可以呢 那这里我们得说一下类型转换的问题了 来 再说一下 类型转换分为两种 第一种叫隐式转换 隐式 稍等一下啊 隐式转换 那么第二种是什么 是强制转换 那什么样的是隐式转换呢 对我们说一下 在隐式转换的时候 我们byte short 他们参与算 首先默认转成什么 inter类型 然后再参与算 那接着 如果什么 有更大类型 我们转了什么 long类型 如果还有更大类型 我们flot类型 我们最终就是flot类型 如果我们有什么 double类型 最终就是什么 就是double类型 那么也就是说 整个转换的过程是这样的 如果我这个式子里面 最大的有什么 有double类型的 那我的结果肯定是double类型 如果我没有double 有flot 结果肯定是flot类型 如果没有flot和double 那结果应该什么 最大应该是浪类型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浪以上的 那么剩下的几个最终算的结果 最多什么 是inter类型 来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byte和一个什么 和一个inter 那么byte 它要提升为什么 inter inter加inter 结果肯定什么 inter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我们说的什么 从小到大 我们是可以什么 隐式转换的 好了 到这儿 我们就说完了 第一个什么 类型转换之 隐式转换 我把这什么 停掉了